在民国时期 风月场逃跑的姑娘 下场都会非常悲惨 轻则遭受一顿毒打 重则卖给更加凶残的新主人 小兰的逃跑失败了 她独自一人坐在江边 没等到大卫却等来了夫人 夫人会怎样对待逃跑的小兰呢 卖警长让手下开车送小兰回去 但警员很不情愿 夫人很是惊讶 他没想到卖警长会为他们说话 毕竟在当年的环境 他们的身份确实不招人待见 感动之余 却不知危险也正向他靠近 老蛇的手下正在远方监视 卖警长将调查到大卫的信息 告诉小兰 他才终于明白 大卫根本就没打算带他走 原以为是上天眷顾让他遇上真爱 结果却是 一场骗局 老蛇还在不屑余力地追查 杀害阿一的凶手 与阿一有关的人 都被他抓回来严刑逼供 却依旧没找到凶手 唯一没有盘问的 只剩下凤凰阁的夫人了 但夫人身份特殊 他也无法贸然出手 这时手下当好回来 告知小兰逃跑的事情 隔天老蛇手下找到小兰 只要小兰能查出夫人身后的秘密 就帮他把大卫抓回来任凭处置 对大卫的恨意 早已蒙蔽小兰的心智 他欣然答应了下来 回到房间 将大卫的照片拿出狠狠的撕碎 然后就偷偷地潜入了夫人的房间 他到处摸索 试图找出夫人背后隐藏的秘密 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 他急忙躲到了床底之下 门口外 玫瑰在追问夫人 打算如何处置小兰 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 夫人没有回答 而谈到了上次老蛇底下的姑娘逃跑 被抓回去之后受尽折磨 最后被丢到街上任人欺凌 不管是老蛇还是其他人 根本没人把他们当政察人看 他们的身份更是不能有孩子 试想自己都保护不了 又怎么能保护好孩子呢 床底的小兰突然想到 在他回来之后 夫人不仅没有责骂 还到他房间想要出言安慰 却被他出手赶了出去 小兰回到房间 擦干脸上的泪水 补上了昔日的妆容 再次下楼之时 已经恢复往日的自信 他让蓝神给他安排最猛的中药 保证最快的时间内恢复立甲 看到这样的小兰 夫人也终于露出了微笑